好 接下来老师要帮各位同学讲解的呢 就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加强题 那如果还有同学疑问说 老师这个题目要怎么来 记得去看我们前一个影片的底下 影片的说明栏或是在底下的留言 老师有把这一次的档案 其实我有直接上传了 所以如果你有需求要复习 最后一次段考的同学都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这个影片你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写题目没有自信的话 没关系你就直接跟着 真风老师直接把所有题目都看完 就看老师怎么解释这些题目的 但你也可以 就是对自己觉得 你其实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你就自己先把它都写完 你就可以自己印好 把这份都印出来写完之后 然后可以看看真风老师 就可以快速的浏览一下老师的影片 然后把答案对完 如果有发现答案不一样的地方 那你再特别听一下老师怎么讲 这样可能会更有效率 对于已经准备了差不多的同学 OK 好那在这个影片的过程当中 老师也会穿插一份 就是有上老师付费课程 老师有出的一份考卷 那份考卷就是完完全全的桌放法 因为很多同学跟老师反映说 桌放法好像还是不太会算 所以我就额外再把桌放法 放在影片的过程当中加强 所以若是你的桌放法也还不太OK的人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老师出的那些题目 你到底写不写得出来 这样子 OK 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了 首先生态系的组成 我说重点就在于那几个的名词的定义 你到底讲不讲得出来 所以聪明的你 像第一个 真文西口是海洋的交汇处 然后他跟你说很多有机物质在这边堆积 就典型的河口 那他会有很多黑面皮鹿 或是其他的候鸟也在这边渡冬 那河者的叙述是最适当的 所有渡冬的候鸟实际上会有各式各样的鸟鸟 对吧 所以会有很多个种类在这边 所以他会有多个族群 而这些全部如果算在一起的话 他就叫做一个群集 可不可以介绍 所以第一题的答案其实很基本就是B选项了 那C选项你会说那针锋这样怎么改 如果就只是一堆动物在一起的话 那一样就只能说什么 就一样只能说他是群集而已 可以介绍吗 那何谓生态系 记得如果要讨论到生态系的层面 必须把非生物的因子也都加进来 我们讲的阳光空气水都考量进来 才可以叫生态系 OK 再来生产者基本上要能够行光的作用 所以节肢动物一样也会是消费者的存在 OK 那这我们的第一题 那我们就往下看 那第二题是一个超新超新的考题 这个这题诞生不到大概一个月 那这个是大陆考场的特别会考题 那他跟你说研究野生族群老鼠的数量变化 那这一题其实就要用到桌放法的概念 首先你桌放法一定要先去 帮老师圈出来在写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想 我总共标记的有多少 那我总共标记了48只 好啊再来我们做了两次实验 实际上桌放法做越多次 求平均会越准确 好所以首先我先捕捉到200只老鼠 其中16只有记号 哎你要小心哦 总total的数量我们叫他X 那我今天总共标记的数量叫48 然后我现在抓了200只起来之后 有16只有记号 记得我的分子 我的分子都是放有记号的 一个是总共有记号 一个是我抓起来有记号 而分母放的是什么 分母放的都是总数量 这个是种族群数量 这个是总捕捉数量 可以接受吗 所以底下放的都是总共数量 一个是总数 一个是总捕捉数 上面放的都是标记的 一边是总标记数 一边是我抓的时候的标记数 其实所谓的桌放法 它就是一种比例关系而已 可以接受 所以我的X算出来 我的X算出来 这个是600只 这个是600只 底下老鼠这个呢 底下老鼠这个是不是就X 然后我的总标记数是48 左边都一样 右边我抓200只起来 有8只具有记号 所以我算出来我的X是多少 是不是1200只 所以一个600只 一个1200只 你会发现 经过半个月之后 结果数量还上升了 有没有发现 如果半个月后数量还上升了 那我的族群变化怎么样最合理 代表在这一段过程当中 环境的阻力可能是比较小的 而我出生迁入等等 会让族群数量上升的事情 会大于死亡跟迁出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 应该你就可以大声的呐喊出来 答案选 选A选项 对吧 这个要能够把握 它把桌放法跟族群变化 做一个相结合 你要能够判断 好 再来是3跟4 第三题来问你说 我的范围要由大到小去做排列 那最大肯定是生物权 最小就是一颗玉山圆箔 我们讲的一个个体一定是最小的 所以我就知道 老师写在左下角 物一定最大 乙一定最小 可以接受吗 我从一个个体 然后要到族群 哪个是族群 所有的鸟类跟台湾黑熊 台湾黑熊是有明确讲出哪一种 同一种生物叫族群 所以乙后面应该要接什么 乙后面应该要接饼 然后所以这个从个体 然后接着这个叫族群 接着你要选群集 那群集是什么 鸟类是群集吗 所以鸟类是群集 然后接着就生态系 那今天生态系 要把各种东西又并进来的 是不是玉山国家公园 以今天这题的举例来讲 所以你就会发现 由小到大写这样 因为题目要由大到小 所以就是物丁甲丙椅 所以物丁甲丙椅 这题是不是选B选项 这是精选类题3 而精选类题4 你有发现 乙燕要调查台江国家公园中 海茄冬的数量 那如果是要调查数 就不太会用做方法了 而果然他使用的叫做样区法 那样区法 你就要先求一区的平均是多少 所以聪明的你来帮你画关键字 第一区33株 再来是35株 再来是28株 再来是36株 这是关键 所以先求一区的平均 这是很重要的技巧 所以我要先把一区的平均先找出来 所以就33加35加28加36 然后要除以4 你要先求上平均 可以介绍 那你求完的平均 求出来来 争锋强力心算一下 33啊 所以这个是33株 每一区 目前你会找到 我一区都是33株 33 哎呦好 颜色换掉了 33株 好啊 一区如果是这样 那总total要有多少 你就要讲得出来 我就要33 乘上几区 乘上50区 50区乘出来会是多少 是不是就叫做1650株 你就可以算总total了 所以答案类题4选C选项 OK 这我们的类题4 所以3跟4答案选B跟C 3跟4答案选B跟C 看看是否安好 可以接受 好 OK的话 来我们来看下一页 接着我们来看第5题 第5题它就是直接一个 族群变化图写给你的 那它跟你说 柴山上的猕猴数量变化 长这个样子 何者最合理 来首先 零到一个月的时候 你发现整体的数量 是有上升的情况 对吧 那如果整体 整体数量是有上升的情况 那此时出生跟迁入 应该要大于死亡跟迁出 对吧 所以A选项要写大于 然后再来B选项 那一到两个月的过程当中 你有发现数量会下降 代表着环境的主力是上升的 可以接受吗 环境的主力是往上抬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天敌 这个时候是增加了 有可能 就是因为天敌上升 我比较难让我的族群而扩张 所以B选项是合理的 在C选项到最后这没有改变 如果你有看老师影片的同学 老师会跟你说这里 如果你细部去看的话 它应该会是一个浮动值 会是一个浮动值 才会是更合理的情况 所以聪明的你 他跟你说没有任何的出生跟死亡 这个要打叉叉 还是会有只是趋于一个平衡 OK 好啊在一到两个月的过程当中 那因为数量下降的关系 所以死亡跟迁出 应该比出生加迁入还来得更多 所以我的第五题 我们的第五题答案 会选B选项来作为解答 可以接受 好啊再继续往下 来那再精选第六题 这一题可以帮老师打星星 这一题就会比较阴险一点点了 这个学校老师如果想要考验你 看看你是不是到底是真的滚瓜烂熟的 观念有没有很清晰 就用这一题来做一个分水例 首先A时期数量上升 所以题目跟你说 我的出生率一定大于死亡率 很多同学一看到就 对嘛 我数量上升那么多 那一定是出生率大 你可不可以直接写A 不行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次考量 都是把出生跟迁入一起考量 对吧 所以我们说族群变多 基本上一定是有两个可能 就是出生跟迁入两个可能 出生跟迁入两个可能 所以有没有可能 今天其实是大量迁入 而不是大量出生 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不能直接展听节点说 出生率一定大于死亡率 可以吗 搞不好其实出生率还是很低 只是今天可能附近的环境 出现一个巨变 让那个环境里的大量的生物个体 全部都跑来我这边了 就是跑来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里面 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没办法保证说 出生率一定大于死亡率 因为也有可能是大量迁入后的结果 所以A没办法斩钉截铁的血 OK 好 B选项也是类似的概念 数量大量下降 你可不可以就说一定是大量迁出 迁出大于迁入 不一定 有没有可能是发生一个传染病 那这个传染病让我们今天 个体大量死亡也有可能 所以A跟B都算是一个很典型的现金选项 若你考量的不够多 你就中计了 懂我意思 好 所以我们只能用比较保守的学习科学 就是有多少证据说几分话 可以吗 所以你看最后一个阶段 它开始趋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 那当它开始趋于一个这样动态平衡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选项也讲的比较保守 出生跟迁入与死亡与迁出的数量 大约相等 合不合理 这个选项超漂亮的完美 可以接受 阿猪你当然就不会选了 我都往上爬了 肯定是有上升的趋势 或是我们讲它有变大的趋势 我们再自改一下 会有变大的趋势 OK 这是我们的精选第六题的选项 看一下是否安好 如果累的你当然就是 一样就是按个暂停 如果你是跟着老师一口气一张一直写的话 你也可以穿插一下 比如说你听个几题 你就会开始写个数学 写个国文 再回头再听个老师讲几题 这样就变成每个都有复习到 这样是最好的 OK 好 那我们来看精选类题二 那精选类题二主要是跟能量 物质循环相关的题目 那这种题目老师会定位在 你一定要直接秒杀 可不可以接受 像精选类题一 能量谁会最多啊 一定是生产者能量最多 对吧 一看到就生产者最多嘛 最高级消费者 一定是能量最少的嘛 好 你就这样可以这样写出来 那他问你说 他把光合作用跟呼吸作用的概念 一起带进来 那只要是生产者 基本上就能行光合 所以能行光合的底夹 可以吗 这个才可以行光合作用 如果这个才是行光合作用的情况下 那聪明的你 上面的消费者 他们就只能进行呼吸作用 但是我要特别跟你讲 光合的就是只有病 答案选C 那你说那正风 你不是说呼吸作用的是甲跟乙吗 伸展者会不会呼吸作用 会吧 呼吸作用是不是大家都要有 所以你要小心 呼吸作用是只要是生物 我要活下去就要有能量 要有能量我就该有呼吸作用 懂我的意思 所以呼吸作用 其实不一定是消费者的专利 是大家都要 所以如果问你呼吸作用 应该是甲乙丙 都要有 而光合 就会是着重在生产者了 懂我的意思 所以我第一题答案选C选项 可以接受 那第二题 他讨论生产者跟初级消费者的能量关系 示意图 那你看能量是不是 掉一大堆 也合理 因为曾峰有告诉你 能量阶层在传递的过程中 会有90%是散失掉的 以什么形式散失 这个考的其实超好 以热能的形式散失 未来你在学习自然科的时候 理化科也会开始学到能量的概念 反正只要遇到什么能量有散失 基本上都以热能的形式散失 懂我的意思吗 选这个准没错 记得曾峰跟你讲的 所以两个选项答案 两题会选C跟初选项 来作为解答 可以 OK的话老师就继续往下看 接着来看第三题 第三题它就是一个食物网的 然后搭配能量的一个考题 首先题目说草是生产者 然后它的总能量最多 对不对 对嘛 这是超标准的 然后再来蟋蟀个体小 所以能量就最少 能量少要找什么 最高级消费者 对吧 所以如果要找最高级消费者的话 以这一题来讲应该是老鹰 所以B选项应该是老鹰 能量才会最少 而C老鹰是最高级消费者 因此食物网中的能量是最少的 刚好可以改 然后猪选项 老鼠还有我们的老鹰 老鼠和老鹰 都是什么 老鼠是蛇跟老鹰 对不起没看清楚 蛇跟老鹰的食物来源 那能量就要很多 也没这回事 可以吗 能量最多的还是草 老鼠是第二多的啦 OK 但如果要问你最多 当然我还是要选草啦 所以精选类题三 答案会选择A选项作为解答 懂我意思 然后接着的精选类题四 是很值得各位同学 打三颗星星的 这个每个老师的空格 我会希望你全部都要填得出来 当然你的期末考一定是考选择题 所以他会改成选项的模式去出 但是你每个观念都要搞得透彻 这样才比较好 可以吗 好 我今天这一题这样举例 他说能量最多的物种 是不是优先找生产者 所以第一题我觉得不用担心 第一题是细找 可是第二题就要小心了 第二题题目说了 毒素最高的是谁 如果问你毒素最高是谁 我是要选最高级的消费者 那今天的最高级消费者是谁 你要去数 细找是生产者 虾是初级消费者 乌贼是第二级消费者 企鹅呢 第三级 于是有人就很快速的写 企鹅 企鹅最高级嘛 看起来就是这样 但你要小心哦 乌贼也会被海鸟吃 所以海鸟是不是也是第三级 像鲸鱼 鲸鱼是第二级嘛 然后海鸟 它同时还兼具哦 什么意思 就是它第一级是虾嘛 它海鸟也会吃虾 所以海鸟也可以是第二级 海豹呢 海豹吃虾嘛 所以海豹是第二级 你这样全部标出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 其实最高级的不止企鹅 还有海鸟 对吧 如果你走的是乌贼这条路径的话 所以毒素最高的物种 还是企鹅跟海鸟 这种比较高阶 尤其最高阶的消费者 体内的毒素才会比较高 OK 好 再来第三题 谁有竞争又有捕食 这个其实就是海鸟跟乌贼的关系 因为海鸟跟乌贼都吃虾虾 可是海鸟也吃乌贼 所以他们都有竞争 虾虾这个食物 可是也有单方面捕食的情况发生 所以是海鸟与乌贼 他们的爱恨情仇 所以海鸟为师乌贼 好 再来 那海鸟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那海鸟如果要问你扮演的角色 那你看针锋已经帮你标好了 走这条就是第二级消费者 走这条就是第三级消费者 所以它是兼具着 二三级消费者的能力 前面加个D会更好了 第二级第三级的消费者 如果问你几条食物链 这个就需要耐心慢慢数 像这样 第一条 这样一 二 三 四 最后五 可不可以接受 这是第一条 这是第二条 这是第三条 这是第四条 这是第五条 遇到这种题目 就是一个方向一路这样看过去 然后一条一条有耐心的数 这样其实就行了 因为学校老师应该也不会没事整你 当然我有看过学校段考 我说那个食物链给你出到十几二十条的 但那个就真的是 就是老师给你一个恶趣 我也讲 正常来讲应该都是十条以内的事 所以你只要有耐心都是数得出来的 懂我意思 好 再来 如果虾虾消失 来 我先把这个食物链把它擦一擦 要不然我会怕你不好看 来 如果虾虾disappear了 那应该会蛮重要的 因为虾虾看起来是撑起这个食物链 食物网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好 如果假设我今天虾虾没去 谁会最先受到冲击 你说 曾凤 鲸鱼跟海豹 对 当然鲸鱼跟海豹会受到冲击 但有人会比他更惨 谁会更惨 乌贼会更惨 为什么乌贼会更惨 你会想乌贼吃谁 乌贼吃虾 现在乌贼没得吃 不是 那就跟鲸鱼海豹一样 可是鲸鱼海豹没得吃 但至少没人会伤害他们 你看乌贼 乌贼还会被海鸟吃 乌贼还会被企鹵吃 所以乌贼的处境变成他没有食物吃了 他又会被人吃 所以最先冲击且被冲击最大的 就会是乌贼了 懂我意思 这一题务必要搞懂 是一个很不错的题目 所以老师来帮你打三颗星星 OK 好 来 如果OK 我们来看最后探循环的题目 那探循环的题目 很重要着重就是 怎么进到我们的食物链当中 又怎么离开 这很重要 那一定会有桥梁 而那个桥梁通常是伸展者 所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能够被假生物给利用 这个通常我们要首当其中 马上就写上这是光额作用 而我们怎么样会把它 二氧化碳重新丢回去 是不是所谓的呼吸作用 或是微生物的分解 都会释放二氧化碳 OK 好 所以这个一开始 在写题目之前 我们就前情提要 你就可以先把它写好了 所以来第一个 他跟你说钾可能是植物的光合 OK 钾可不可以是蒸散 蒸散是在完全针对水的作用 所以它不会是蒸散作用 可以 那剩下乙 它可以是分解 可以是呼吸 对不对 对 好 所以第一题选BB 然后第二题 那循环过程中的叙述 何者是错误的 来碳元素 借由钾作用进到体内之后 会在食物链里面 在生产者 还有消费者之间传递 对不对 对 因为消费者会去直接吃生产者 吃的过程中 是不是就可以获得碳元素 好 所以A选项是对的 那B选项你要小心 大量燃烧化石燃料 会导致二氧化碳上升 而二氧化碳上升 会导致温室效应变得更严重 懂我意思吗 会让温室效应变得更严重 而进而引发全球暖化的现象 臭氧层破洞跟二氧化碳 没关系 臭氧层破洞跟我们的浮氯烫化物 也就是冷煤比较相关 可以介绍 所以第二题要选B选项 然后再来糖类蛋白质 都有碳元素合不合理 合理 然后为了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 我们要选购碳足迹较低的商品 这也是很正确的观念 可以接受 所以我的第五题 就会因为这样 我们去选择B选项 这个你要能够把握 最基本的碳循环 我会考的模式 就长这个样子 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生物的交互作用了 首先这一题 他都跟你说什么 看到寄居蟹 然后又看到海葵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已经蛮能写的了 他们两者之间都会干嘛 都会有互相帮忙的情况 他也有跟你讲 有海葵附着 然后海葵能够保护寄居蟹 然后寄居蟹进食的碎屑 可以作为海葵的营养来源 所以他们算是互相帮忙的关系 所以是互利共生 而寄居蟹是蟹 蟹是不是叫甲壳缸 而甲壳缸应该跟谁关系比较近 你要说得出来 是不是叫节肢动物 节肢动物包含昆虫 包含蜘蛛 包含虾与蟹 所以答案要写蜘蛛 所以答案选猪猪 所以两题是猪壁 蝸牛是软体 海胆是吉皮 章鱼也是软体 请你要小心 所以这两题的选项 会是这样选 可以 好 再来 再来聪明的你 他跟你说 俄国科学家高斯 研究了两种草绿虫 然后这草绿虫 都是以掠食藻类为主的生物 所以主要 他们是都是吃藻类的 可是现在有两种草绿虫 一种叫尾草绿虫 一种叫双核草绿虫 养在一起 结果如果养在一起的情况下 导致我们今天 在资源有限时 尾草绿虫的数量 是直线暴跌 甚至到完全消失 那最有可能的关系是什么 你不能写捕食 为什么 因为题目一开始 就开中民意告诉你 草绿虫吃的是藻类 不是同伴 那为什么会养在一起之后 结果尾草绿虫死亡了 这合理的推断是什么 两者今天活在一起 是不是要开始竞争 环境中的各种因素 而双核草绿虫 可能个体比较大 或是今天可能掠食效率比较好 移动的速率快等等 Anyway都有可能 这是各种原因 但它一定比尾草绿虫 更具有优势 所以代表着两者在竞争的过程中 我们的双核草绿虫 今天它突出了 它活下来了 而尾草绿虫 它被淘汰掉了 所以它们的关系 其实会是竞争的关系 懂我意思 所以这是第二题 第二题我们选的是C选项 然后再来第三题 这一题我觉得也是很典型的 你一定会看过很多类似的题目 但是这种小题目有几个例子 老师觉得很值得跟大家提出来 首先这个关系 你可不可以能够判断 这也是考试很常会丢给你的表格 XY生物 然后它对他们的关系 如果你看关系甲 一边有利一边有害 这就是什么 如果是一方有利一方有害的话 要么是补食 要么是寄生 对吧 再来如果是互相都有利的 这个关系也是互利 一方有利一方没有差 这叫便利 对于双方都有害 这叫做竞争 那对于双方都没 这就单纯的无关 我们就不写它了 好那首先题目说 安康鱼又称为提灯笼的鱼 然后他跟你说 他有发光气 然后称之为耳球 里面会有共生的细菌 可以 那共生细菌的关键 在这边跟你说 安康鱼提升细菌生长的养分与环境 而细菌帮安康鱼的所需要的生物 就是帮安康鱼 可以做到发光的一个效果 那代表你看 上面的例子就跟你讲了 共生细菌 然后安康鱼提供共生细菌好处 共生细菌帮助安康鱼 这是比较互利 所以互利共生应该是关键乙 可以接受 好底下叫日本兔狮子 那这个兔狮子到台湾引发黄害 它今天会攀附在龙树上 关键字从龙树身上直接获得水分跟养分 却未提供好处给龙树 它是单方面的去利用龙树 可以 而且龙树的养分跟水分被抢走了 对龙树有没有差 当然有差 我原本是我自己的水分跟养分 现在被迫分给你 所以这个对于龙树来讲是不利的状态 所以这个会比较接近寄生 而实际上 看到兔狮子基本上就是在考寄生 你要讲得出来 所以关锡 哪个是寄生 我看一下 关锡甲是不是叫寄生 所以第二题答案A选像 等我意思 这第二题 然后因为是题组 所以老师连着一起看 那第三题跟第四题 那兔狮子就是有力的那个人 所以兔狮子如果就是有力的那个人的话 你要帮我去找寄生的 寄生看来是第一组 然后有力的是不是就是X生物 所以聪明的你 所以第三题他跟你说兔狮子 那我们就选他是X生物 可以接受 然后第四题跟兔狮子 你会很容易搞混 这个东西叫小花曼泽兰 兔狮子是直接利用吸气 去直接吸取植物的养分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寄生 可小花曼泽兰不是 他只是他扩展超快 他去盖住原生 原本的可能这个环境下有树 那小花曼泽兰长超快 他直接去盖住树 让树拿不到阳光 所以他不是你说他直接去利用别人吗 没有 他只是为了活下去 他的手段比别人激烈而已 懂我意思 所以他算是什么 他其实这个算是竞争关系 只是他的竞争能力特强 而原生种很多树木 会因此被他淘汰掉 懂我意思 所以这题要选竞争关系 所以记得 记得曾峰讲的 看到兔狮子想到寄生 看到小花曼泽兰 则是竞争 这个你要能够厘清他们相关的概念 所以竞争类题三是A与猪 可以接受 而第四题这题 竞争类题四 看到这种图 曾峰一直不断的强调 你就要讲得出来 这就是捕食与被捕食的关系 所以我当然就选猎豹与羊 这是捕食与被捕食关系 那你看这个 这个主要是什么 你看到比较上面 这个是不是叫被捕食的 所以上方这个 这是被吃的 所以你看到被捕食的数量 被掠食者 就猎物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吃人家的是不是就跟着上升 可是掠食者只要一上升 那他会被吃干抹尽 所以你看他数量是不是就下降 那他数量一下降的情况下 掠食者没东西吃 所以掠食者就跟着下降了 所以你只要看到这种 两者互相交叠的 这一种基本上就是捕食关系 这个帮你补上 这个是掠食者 所以答案精选类题4选C选项 精选类题4答案选C选项 接着这一题 是那时候老师一看到这一题 我整个惊呼 就天哪 这个学校老师 这个是新北某一间非常 厉害的国中的老师出的题目 我一看到就觉得 这题出的很油 然后也很多同学都会拿这一题来问 好 那这个是非常赞的题目 你看我们直接用图来看 你要先看甲跟乙单独培养的情况下 数目是多少 甲自己长可以长到250 如果乙呢 乙自己长可以长到150的左右 对吧 可是题目说他把它混在一起培养 那混在一起培养之后 这张图其实就要考验你 对于数量数字的敏感程度 你看就甲而言还是干嘛的 原本是250 就算我混在一起养 是不是还是250 可是对乙来讲就有差了 原本乙自己是150的 可是如果混在一起养 哎哟 乙的数量会比150更多 它可以一次多到200去了 你有没有发现 所以对于甲来讲没差 一起生存没有什么差 可是对于乙来讲 一起生存的数量上升了 对乙是有力的 那一方有力 一方没差 这不就是典型的片力共生吗 所以答案这题是片力 所以精选类题5 我们选择C选项 这题是选C选项 不过这一题 针锋有要补充一点点 因为这一题在有些失效 他会把它做个改编 所以我们要看混合后的数量 去判读关系是什么 来看混合后的数量 我们来做判读关系 如果今天这一张图 你对过来的纵轴 这个数字 就甲跟你混合后 两者是均下降的关系 就是你发现甲的数量 也没原本多 乙的数量也没原本多 都下降的情况下 那实际上是对两者皆有害 那这代表他们彼此 可能是竞争关系 但是如果今天看到均为上升状态 那可能他们互相帮忙 那我就选互利 而今天这个情况是什么 一方上升而一方没差 那这种情况下 那你就选了出来 那这应该会是什么 这应该会是片利的关系 当然也有可能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一方是上升的 而一方是下降的 老师刚才那边 字不容易写太大了 所以我把它补在旁边 这种通常是短时间内 一边获得好处 一边可能就被 就是有害了 一方有害的情况 那一方有好处 一方有害的情况 那这种我们考量 就会是捕食跟寄生 不过这个如果放到长期 那你就不容易看了 因为一长期的情况下 我的猎物 或是我的被寄生者不见了 那当然我原先的生物 也可能会有影响 这你要讲得出来 可以吗 所以藉由混合后的数量判读 其实就从这个数量去看 这张图 混合的图 这个数量去看 如果都发现 针锋同者的这些情况 那分别的解法就不太一样 关系也都不太一样 可以 好咯 让你整理一下 这一题很难 如果你觉得不会 我觉得很简单 那你超棒棒的 就很厉害这样 OK 好 来你看一下 好的话 我们要来看生态系的题目 生态系就不得不提到 陆域的这张图 陆域的这张图 这个考试的时候 如果他直接就这样 你要判读得出 他们到底是哪一种环境 那首先最热的 针锋每次写这种题目 我一定会先挑这个 这个一定是热带雨林 高温又多雨 这个是热带雨林 然后再来我会怎么填 再来我会填这一个 这一个你有发现 它的水 年平均降雨量超低 然后温度 日夜落差也蛮大的 这个肯定是什么 沙漠 好 再来依序的 降雨量算多 这个就是我们典型的落叶林 降雨量 就是温度 以温度来讲 温度比较低的 这个叫真夜林 那你说针锋还有一个温度 更低的 这叫高山草原 或叫洞原 在真夜林与沙漠之间的 这个就是草原 好 你可以 你如果手边也有题目的 记得先把这个标好 那我们来看下面选 那个选择题 第一题看到球果 球果是啥的特色 球果是罗子的特色 对吧 罗子很多都是真夜林 所以如果是这样 像松山伯这种 那他们都是真夜林的情况 那记得 那不就选丙冰了 所以丙冰 第一题要选BB 是这样来的 所以第一题选B 从球果这个关键字 去做判读的 懂我意思 好 然后再来往下 到了二三四题 第二题他说胡蒙 是社会化的动物 针锋以前有羊 只是好不幸的挂掉了 他跟你说有40只的群落 然后生长在干燥市 也该过的环境 讲这样 光这些关键字 你大概就可以推出来 胡蒙的环境应该是什么 胡蒙环境要嘛在沙漠 要嘛是草原 懂我意思吗 它大致上就是这样 然后沙漠又草吗 沙漠还是会有 在那种交界之处 它也不是那种真的传统 全部都是杀的那种 还是它会在有一些 植被覆盖的地方 在这种环境下 会有胡蒙的出现 因为这种地方一望无几 也没有什么遮蔽物 所以他们会有挖洞的能力 所以其实胡蒙动不动 他们到哪 他们就会 他们就冒起来这样挖 也是为了要躲在洞穴里面 然后夜晚休息 以白天活动 以昆虫为食 你看一下这些 这些是不是也都是蛮常见 在沙漠才有的 所以聪明的你 我们要选沙漠是最优先 那或是选草原 不过还好 初笛老师也没有让我们 纠结太久 他直接没有把刚才 我们的草原选进来 就只有沙漠可以选 所以第二题答案选猪选项 OK 好 再来第三题 符石蕨 都会在大石头上攀附生长 也会在大树上生长 那这个跟我们讲什么鸟巢蕨 等等是类似的概念 那这种情况代表什么 对于这些蕨类而言 他获得了一个生存的地方 他很开心 他获得好处 可是对于大树来讲 老实讲 其实没差 反正我已经够大了 留一点空间给你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这个是典型的 骗力共生的情况 对吧 那骗力共生的话 那答案就会选A选项 所以2跟3 答案选猪跟A 这是2跟3 好 再来题目跟你说 玛丽欧 最后下面这一题 带着碧姬公主 这个老师带着我小孩玩 那个 就是玛丽欧的游戏的时候 Switch的玛丽欧 我儿子最喜欢 他都一定选玛丽欧 然后他都要我选碧姬公主 具有 假生态系的国家度蜜月 哎呦 那他们去度蜜月 啊假是啥 假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热带雨林 对吧 好啊 如果是热带雨林 我们来看一下 叙述何者是错误的 来这个地方 高温又潮湿 庄都花了 有可能哦 然后生物种类超多 合不合理 合理哦 热带雨林里面的生物种类超多 然后再来 很多数期生物 也是对的 尤其是我要在热带雨林里面生存 会有一大堆 适合在树之间摆荡的生物存在 反而这边不太会有那种会奔跑的动物 要不然很容易撞树 所以C也是对的 然后再来诸选项 台湾就有假了 根本不需要出国 哎呦 这个不对哦 台湾我们热带雨林 没有 哪里会最接近 屏东啊 墾丁啊 这种地方已经会很接近 但它也不是热带雨林 它叫热带季风林 台湾有的最多最多 就叫热带季风林 不到热带雨林的程度 OK 好 所以这第四题 这是我们的第四题 好的话 来我们就往下 我们来看水域的生态部分 好了 水域的题目里面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海洋 尤其是这个相关的分解 OK 那所以金卷类敌三 它就算是 老师把整个相关的概念 考得非常的仔细 所以老师把它挑出来 给大家做分享 好 那首先你要分得出 它们的区块 那以远近之分 像X X就是所谓的什么 叫做潮间带 这里就是我们所谓的潮间带 就涨退潮石会露出来的陆地 而Y就是我们讲的什么 Y就是我们讲的近海区 就是比较靠近的地方 比较近海区 那Z当然就是远洋区 这个要会分 然后L是所谓的透光层 就是我们今天200公尺以内 是透光的 都会有浮游藻类的存在 而下面就是比较偏深海的部分 OK 所以你看像A选项 X区跟Y区合称潮海区 NO 我跟你讲 如果我们要讨论的话 那X区其实算是潮间带 他就不会把它一并的把它算进来 懂我意思 所以如果我们讨论近海前海 就是直接就是以Y区为主 然后再来Z区 那题目跟你说什么 他说Z的L层阳光很充足 这个是合理的 因为只要是透光区 就是阳光照得到的地方 而浮游藻类的密度相比 会比Y来低 当然没错 为什么 因为这里前海的地方 整个生态还是会比较丰富 营养盐等等 肯定是比远洋区会来得更好的 所以你如果硬要比浮游藻类的密度的话 那肯定还是近海区比较多 所以B选项是答案 而Z区的L层 主要生产者肯定是浮游藻类 肯定 你这边不可能有大型藻类 这要多大型 从下面那样长出来 不合理 所以这里有的生产者 一定是所谓的浮游藻类 可以介绍 然后再来猪选项 他说N层 N层几乎没有光线到达 缺乏生产者 那就无法 一样可以构成生态系 而下面要维系者的养分等等 通常是上层的一些 可能尸体碎屑沉降下来而成 所以我们的第一题答案 会选择B选项来作为解答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 OK 好 再来第二题 第二题他跟你说 珊瑚礁都在水深100公尺以内 水温的大概在这个区间 那其实都是比较近海的位置 所以温暖的热带前海 所以如果你要选哪个区域最适合 那是不是就是Y的区域 这Y的区域是最适当的 所以答案第二题会选择B 所以两题都是B 所以这两题答案都是B 好 这一题也是B 好 看一下你是否安好 可以 然后我又挑了一题 河口生态系的题目 让我们一起来看 那这里只要讲到什么水鼻仔 讲到胎生苗 基本上就一定是脱离不了 在讲河口这件事情 那它位于河 海河交界处 那河水的冲抓 我跟你讲 在因为就是在这种河海的交界处 所以营养物质超级干嘛 超级丰富的啦 这里营养盐是丰富的 只是盐分变化会很大 因为毕竟是淡咸水的交界嘛 所以A选项我不能选 再来B选项 盐分变化很大 可以 所以B选项错在这里 然后再来C选项 我的消费者有这么多 它会直接啃食生产者吗 没有 他们最主要会做的 这里的整个食物链会特别特殊 这边他们的消费者所吃的 都是直接以碎屑为主 可以 就怎么样 不管是什么 他们也不为什么直接啃食生产者 生产者可能也是被分解了 形成碎屑 才会让这里的消费者去吃 所以只要是初级消费者 这边的只要是初级消费者 都是所谓的绿石 他们都会去吃分解后的碎屑 懂我意思 在猪选项 猪选项它说具有胎生苗 这些 那也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藻类 其实这个选项就蛮完整的 这没什么问题 所以精选类题6 我们在选的时候 答案会选择猪 来作为解答 可以解释 这是我们的核口生态系 要特别小心 底下就是一些维护生育多样性的题目 我挑了一些还不错的题目 跟大家分享 首先像第一题这种题目 你会发现黑色是人口 所以人口是一直在上升的 而人口一直在上升 我们的污染等等也会一直增加 所以你看颜色比较淡的 它也在上升 那他说不可能是哪一个 二氧化碳排放量肯定的 就是随着人口的提高 活动的增加 那二氧化碳排放量跟着上升 这是对的 那环境的变化程度 这也是对的 因为会带来一些伤害 可利用的天然资源 应该是会变少的才对 对吧 可利用的天然资源 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变少 才是正确的 所以精选类题1 我会选择C 来作为解答 可以接受 好啦 所以这一题答案选CC 如果OK 来我们来看最后一页 而精选类题2 他跟你说阿中种了很多菜 然后里面会有什么 白萝卜 胡萝卜 玉米 有的没有的 那近期长了很多牙虫 然后他又想要用肉食性瓢虫的方式 也就是所谓的生物防治 好 那A选项 白萝卜 胡萝卜 那他其实不同的农作物 那如果是不同的物种 那前面有提到 这种算是什么展现 这个例子的叛读 你要讲得出来 而这种算是物种多样性的展现 所以第一题选B 第一题的A选项不对 然后B选项是对的 为什么 肉食性瓢虫 这个我刚才也有针风提过 这就是生物防治 所以B是对的 然后CR我们定证一下 坚持有机无毒 所以阿中菜园的物种多样性 会比原始 原始森林 任何人为的环境 生物多样性 肯定都比原始环境 会来的更低 懂我意思 任何的人为环境 生物多样性都不可能高 再来不同种系 不同的玉米品系 毕竟它都是玉米 那只是它可能有不一样的表现而已 而这种算是一种遗传多样性 可以 只要是同一个物种 有各式各样的表现 那这就是遗传的特征了 所以精选类题2 我们答案选择 老师写错了 精选类题2 我们选的是B选项 懂我意思 好 这是第二题 然后精选类题3 聪明的你 他说现代化农耕 会有一些种子 然后生长快 产量高 好 讲一大堆 然后关键字不好画 各品系植物的种子 可以接受吗 所以它是各种各式各样的 农作物的种子 都被我保存起来 既然我讨论到各式各样 那不就是一种物种多样性的展现吗 所以精选类题3 我就因为这样选B选项 懂我意思 好 下面两题 就在告诉你要爱护地球 那讲到节能减碳 与碳循环做结合的话 何者是错误的 来夏季 应该多自然烘干 不要烘一几对 电器能少用就少用 多吃蔬果少吃肉 那可以让我们更有获得自然的能量 没错 因为就生产者而言 会是更有经济效益的行为 毕竟能量耗损少 再来C选项 植物的呼吸作用是消耗二氧化碳 然后减少二氧化碳含量吗 也错 任何生物的呼吸作用 全部都是排出二氧化碳 懂我意思 你要消耗二氧化碳 要靠的就是所谓的光合作用 所以如果问你何者错误 当然就会是以C为主了 而京都议定书 还有蒙特罗议定书 到底在做什么 你要讲得出来 可以 最后来优氧化的叙述 何者正确 那所谓的优氧化 曾宝提过就是很营养 但是缺氧的过程 所以我们今天说它很缺 就是氧气缺乏 水中生物死亡 这是正确的 而藻类大量生长 在这样的情况下 超过的负荷量 生态系是不会稳定的 然后这个跟重金属无关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营养盐 这个主要是营养盐 所以跟我们的重金属 比较没关系 而此时水中的含氧量 是很少的 这是优氧化 你要选得出来 曾宝有特别强调过 很营养但缺氧的过程 好 然后这里曾宝 再帮大家同场加印一下 也就是我们这一次 你们的学长姐 already刚考完 在5月刚考完的 国中教育会考的大考题 然后这一次有考到相关的概念 那这是一个题主题 那也算是大考 蛮新的考法 因为以前 其实没有太长有考到 跟环境保育有相关的类型 这一次不只考了 还考了一个很大型的题主题 那老师个人是对这样的题目 有高度的评价 我觉得这样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 ok 那有些学校 你说老师这么新的题目 会出在段考里面吗 有些学校老师是非常用心的 他会非常 就是老师他都完全走在 时代的尖端 那我说这一次段考素养题又多 那其实这题就蛮符合这个趋势了 对吧 所以你们的段考 如果老师都有去 完全就是刚考完 他就有follow到的话 我们也不排除段考 搞不好就直接出了 可以吗 所以就老师才把它抓到最后面 然后让你自己也可以练习着写写看 ok 那你们手边应该都有档案 所以这两题老师会蛮建议你 看过之后直接 你就按暂停 然后写写看 看你写不写得出来 如果你已经写完了 来喔 那就跟着针锋一起讲 首先这题在看什么 他说食蛇龟是台湾的保育类动物 然后因为中国市场的需求 所以会有一些不肖的商人 会把食蛇龟暗地里的往中国送 然后指得他野外的数量下降 那接着算是你比较熟悉的 我们讲IUCN 为了维护生物对样性 都会做一个生物灭绝风险的评估 那下图他就是呈现整个灭绝风险 评估的一个流程 那重点在这句话 他说食蛇龟被评类 它的龟类为 它为1N 也就是冰临危险的阶段 那所谓的冰临危险 聪明的你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冰临危险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冰临危险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他沿途怎么评估的呢 那有没有经过评估 当然有嘛 有没有是否有足够资料 你要一路走到这里 这里是最后的目标 所以你想我这样走 然后往这边走 所以有没有足够的资料 有 那灭绝了 基本上还没有灭绝 你还是找得到食蛇龟 但他有没有生存受到威胁 有 那受威胁的程度 在濒临危险的情况 可以接受 那他整个写起来 如果长这样的话 来哦 往下判断 他说食蛇龟面临什么问题 刚才跟你说过 因为中国市场的关系 所以会有过度捕捉的情况 所以这题选C 那有些同学会说 A选项 B选项 珠选项 有没有影响食蛇龟 我跟你讲肯定有啦 可是他是说根据本文 他有提到他面对什么问题 所以纵然你学过AB 珠也会影响到我们可能 比较本土的一些物种 但问题是 这个题目没有提到 你不能自己脑补啊 懂我意思吗 所以第一题要选CC 然后第二题 基本上就侮辱智商了嘛 他问你何者最合理 我刚才不是说归类在1N 也就是受到生存 受到威胁的部分吗 所以答案选的是什么 答案是不是选的是猪猪 可以接受 食蛇龟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也可以在YouTube去观 就是会有查询一些 关于食蛇龟的影片 那针锋子在那边偷偷的 好可爱的跟你补充2点 第一个是食蛇龟本身不吃蛇 所以我们说他吃蛇算是一个误解 实际上他算是比较杂食性的 甚至可能以动物的尸体为食 那可能过去可能有看到 有被目睹过 他在可能在啃食蛇类的尸体 所以他就当时的人们 就把他一路传下来 比如说食蛇龟食蛇龟 但实际上人家不会吃蛇好吗 然后再来第二个 他比较特殊的是 他是在台湾本土唯一的淡水性 而且是全陆期的一种龟种 就是他基本上是完全在陆地上的 就比较不会像是有些 你在公园里面看到那个班龟 或是巴西龟等等 他可能会平常生活在水里面 然后跑出来晒太阳 他算是完完全全算是陆期的龟种 那这个东西老师自己高中的时候 老师高中的生物老师曾经 他好像有跟什么合作吧 我记得 所以我们以前高中的生物实验教室 都会有食蛇龟 所以老师其实以前亲眼看过啦 不过这几年来是真的 你要在野外要看到 可能也要有点基运才有机会 我根本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那就是说 你可以的话查一下他照片 或是Google一下 可以对他有一点基本的了解 ok 好然后底下 曾峰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直播 曾峰要跟大家谈谈 关于过二的学习 那这我就在直播课见了 你看不到也没关系 为什么因为直播课的东西会留下来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边的同学 你到时候再回去找直播最后面 接着也ok 好然后因为这个章节 会有大量素养题 所以难度没有很难 所以东西学一学之后 曾峰希望你可以的话 就写一些题目做一些辅助 或是多看一点文章 你这样不管题目考什么 你的应对能力就会好一点点 ok 最后一次的考试了 大家我们一起加油 把你国一生物的最后一次考试 考出一个完美收官的成绩 那这个影片还没有结束 你会发现时间轴还有一小段 那曾峰不是我跟你说 因为有些同学跟老师反映 说老师捉放法 我还是没有很熟练 所以曾峰的后面 加印了一些捉放法的题目 好不好就捉放法 样区法 基本上我后面的那一份题目 你全部都会 你就不用担心 你断考捉放法也不会了 那份上额外的加强 下载点老师一样 放在影片的下方 你一样可以下载下来 先写了再听老师怎么说 那如果你捉放法 完全没问题的同学 那后面那一段你可以跳掉 不看没关系 ok 好了那我们就一起加油咯 老师等着大家的好消息 好了那我们就下个影片 或是国山的影片再见了 大家拜拜 好了最后就是做放法的部分 那这里老师会讲的比较快 因为前面的题目 我相信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如果我要计算 来记得养成好习惯 遇到这种计算的总数量 我都放分母 然后要先把总标记数 在写题目的时候做好习惯 先把总标记数挑出来 然后300条鱼里面有10条有标记 所以算师是不是长这样 所以第一题如果要问你有多少鱼 就900条鱼 这个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再来如果要算绿豆有几颗 那你要记得遇到这种题目 只要有额外放入的 你就要特别小心 因为它不是从原有的拿出来标记 而是额外放入的情况 所以如果我把绿豆假设成X的话 那我的分母 我的总数量其实是X加100 可不可以接受 因为我的桶子里 现在有绿豆加红豆 这种额外加入的题目 你在列试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那上面有100颗是红豆 是标记的情况 而我抓一把出来 你看这样是不是有124颗 而其中的4颗是红豆 所以你的算式 如果要正确的列 要这样列才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把X求出来 所以它会是3000颗 这是第二题 好的我们第二题 所以第二题如果要计算的话 会长这个样子 好 再往下走 那第三根第四题 来看一下可不可以 那这一题它的问法 就不太一样了 它跟你说我先捕捉50只做标记 所以50只做标记 然后它的捉放法 已经明显的算出 奋金龟就是3500只了 那请你小心 隔壁它是要怎么问你 它说我抓了350只 所以今天的位置数 反而是它问你说 第二次抓的350只里面 有标记是多少 所以它反而是在问你这一格 所以当今天题目有 一点点修正的时候 你也要能够判读 那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来讲 那大概应该会有5只 会有标记的情况 同我意思 好了那第四题对你来讲应该就简单了 它是一样的题目 再练习一次而已 所以X 然后不要记得50只松鼠 然后80只里面有10只有记号 所以我X应该叫做400只 好所以第四题是送分的 这个要把握一下 然后再往下来第五题跟第六题 而第五题就是典型的样区法 那样区法我说只要遇到了 就要先求一区的平均 所以九七十一你要讲得出来 平均就是九头一区对吧 好平均一区就是九头 而我今天有200区 所以200区平均一区有9只病死猪 所以我们总共会有以前800头病猪 OK 好这第五题 然后第六题也要小心 这题也是很多同学 会在这个阵子一直来问老师的 遇到这种题目要怎么办 我要遇到这种题目 你别无他法 你真的只能什么 你的X 然后聪明的你 你今天总标记是不是30 然后这里是100 然后标记数是5 真的遇到这种题目 你真的只能土法练岗 真的是只能这样 然后捞余数120 然后6只 然后X 30 然后捞余数250只 然后这是10只 然后你只能这样慢慢的去算 然后你就这样 算了5次之后 就你就变成 你这样要列5次四只 然后我5次的四只都列给你 然后X 然后30 好加在其实前面都一样 然后我捞90只 然后有3只 然后这里150只 有6只 你就真的有耐心去算 然后算 你会算出一个X 第二个X 第三个X 第四个X跟第五个X 那你要加起来 求平均 因为我们说过 桌方法算越多次 然后求平均后的结果 会越接近真实的数字 所以这样算出720的 所以最后答案会是720 遇到这种题目 就真的得老实的算 可以 这个就有点像是 多花你一点点时间写题目 这是第六题的部分 后面我就挑了一些 也是断考常见的一些 桌方法的题目给大家看 后面像这个 在荒岛富裕萤火虫 这也是很多学校断考 有曾经出过的题目 他跟你说 关于萤火虫的叙述 然后问你何者正确 那只要是萤火虫 他应该都是什么 你要讲的出来 都是节肢动物门的 这个是顺带一提 把动物一起把它烤出来 然后有分解 然后你记得有分解的过程 然后他属于什么 完全变态的过程 然后他有分成 只要是昆虫 他都是头 胸 腹 三个部分 所以第一题是B 然后下面 这一题很好 什么叫做环境负荷量 能够维持一个族群数量的最大值 所以这种题目你就变成 你也是1月2月3月4月5月 你都要算算看 那这个针锋也逃不掉了 我算一次给你看 他整工做了什么 他主要20支做记号 然后30支里面去看他的比例 这个比例 我跟你讲 写这种题目 我可以先做一件事情 反正我等一下要算的时候 是不是长这样 所以我是不是一定是600 然后600等于什么 这个是标记的 就是抓 抓之后会有标记的 然后乘以X 实际上你就直接干嘛 等一下我再算的时候 我要怎么很快速的知道 每一个的族群数量 我只要把标记的在干嘛 是不是除过来 所以我第一个A选 第一个1月份就是什么 1月份就是600 然后除以6 所以1月份有100支 然后这个是600除以5 所以120支 600除以2 所以300支 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算就很快 所以你就不用 如果遇到这种 其实我整个整体很固定的情况下 你是可以一瞬间把全部都写出来的 你就不用太担心 这份我要算6次算好久 刚才那一题没办法 但这一题 我都是一样的捕捉次数的情况下 我就可以利用这样的小小的 也算陶甲包 就可以比较快速的去把每个月 有多少支给浏览出来 那你会发现比较稳定的 就是我们至少会维持一阵子是300支 那可能现在环境遇到什么问题 让数量下降 不过至少300支维持了一阵子 所以以这一题来讲 负荷量 环境能够撑的最大值 可能会是300 所以两题选B跟猪 两题答案会选B跟猪 OK 好啊下面这一题 就是把体重也算进去 那如果把体重也考量进去的情况底下 那你要去算 我总共标记的是60尾 所以X分之60 旁边我捞100尾起来 然后发现有标记的是5尾 所以你第一个你就可以先算 那我这样算出来是多少 我放大12倍 所以我的X应该是1200支大头链鱼 所以这里是1200 但是你去看他的体重 一开始这样加起来有1200公斤 然后接着第二年他们都长大了 所以2400公斤 可是你看第三年跟第四年 有没有发现是不是都是2400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环境里面 能够长成的大头链鱼的种重 应该就是2400 所以只要鱼越多 每一只越大只 应该说每一只鱼只要越大只的情况下 能够存活的鱼的数量就会下降 所以我的极限值大概就是2400公斤 懂我意思吗 所以两题答案都是C选项 所以我们的第二题答案选CC是这样来的 然后最后也是类似的概念 也是类似的概念 然后这种题目有时候会穿插 对于繁殖不利的 那这个来看你可不可以 可以一样学到刚才针锋的技巧 来一样X是总数 然后我抓了40支做记号 然后我永远捕捉都是120支 然后这个都叫标记数 那我后面可以怎么算 反正我就把它们乘起来 所以是不是4800 然后等于标记数乘以X 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我就把标记数直接除过去 所以聪明的你第一个叫4800除以12 那如果是4800除以12的情况下 这里是不是400 然后4800除以100 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480 然后再来是4800除以6 所以除以6除出来是800 所以这个有800的我都先写 然后这个是600 然后这个是不是4800除以100 所以这是480 然后4800除以16 除出来是300 你看针锋可以一瞬间把 每一年的总数都写给你了 那负荷量是多少 那去看我最长期维持在多少 你看800有没有 最长期维持在800 所以比较常见 然后维持的一个最大值 所以是800支 那什么时候环境阻力很大 当你看一下 我数量有没有瞬间掉的时候 有 是不是从这里有掉一块 从800 瞬间掉到300 所以代表在第四年 第五年之间 可能有遭逢一些比较大的事件 让我的环境瞬间阻力很大 懂我意思 所以两题答案选珠逼 这两题答案选珠逼 OK 好了来看一下是否安好 来看一下是否安好 如果你这边弄完之后 你觉得 哎呦那应该都没什么问题的话 那应该我想就不用太担心了 OK 好了那我们的影片就录到这边 好那再一次如果是刚才影片 还有一路看到这边的同学 那一样祝福大家第三次段考 都能期开得胜 都能考出自己满意的成绩 去迎接国二理化 OK 好了那老师频道未来 还有很多更高年级的生物 也都会推出 大家再多多支持 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大家拜拜